多鸡一乘喝 嗯 李承良 铁理人士 军人世家 我是一个有世家风分的人 但到了李承良这儿 诶 就出了点问题 由于太穷 承担不起进京的路费 和打点官员的费用 到了四十岁都还不能世袭官职 现在完全没有世袭的风范 只剩下穷酸相了 唉 还好寻安玉使李府 欣赏李承良的才干 帮他出了这笔进京的费用 李承良才世袭而官职 咦 接下来可就不得了了 李承良因作战勇猛 指挥有渡履历战功 仅用了五年 1570年就当上了辽东总兵 但当时辽东地区受到 蒙古和吕征各部的威胁 短短十年间就战死了三位辽东总兵 这可是个高危官职啊 李承良当然不想死了 于是李承良整治军备 选拔人才 拿重金砸出了一支骁勇善难的军队 辽东铁骑 威慑住了边疆蒙古和吕征各部 起开 好嘞 但李承良一想 这样也不行啊 打来打去 费钱又费人呢 这貌似不划算呢 于是1573年 李承良扩住宽垫六铺 这一下子就增加了七八百里的土地 面对这个开放世界 由于由辽东铁骑驻守 迁移的居民越来越多 人们在这里耕种拓荒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577年还开通了宽垫马市 鼓励吕征各部来做买卖 由于越来越多的马市开放 对于边境 李承各部除了打之外 又多了一种安抚的手段 接着李承良在各部落之间 是软硬兼施 玩起了平衡目 打压不听话的部落 扶持听话的部落 辽东地区出现了200年来 少有的赫赫军威 通过交易赏金 李承良可是狠狠的赚了一笔 他还拿着这些钱 去贿赂八戒内阁首母张居正 以及朝中重臣 啊哈哈哈哈 朝城门的腰包鼓了 纷纷为李承良说话 从此李承良和他的部下 就开始飘了 上报战况时 小胜报成大胜 这也就罢了 如果被打败了 干脆就瞒下来不报 更想不到的是 甚至滥杀良民冒充军功 而更讽刺的是 朝中的万力皇帝 却非常信任李承良 听说辽东有捷报传来 对李承良和辽东将士 都是大家风上 啊哈哈哈哈 但总还是有些言官 眼里容不得沙子啊 陆续开始上书 揭发李承良的罪行 由于弹劾了李承良的奏折 越来越多 1591年万力终于痛下决心 罢免了李承良 你们满意了吧 诶 与此同时 喜欢搞事情的人 搞就搞大的 他不服明朝的管理 在马车上诱杀了明朝的兵将 嗯 别看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接着王搞就大举入去明朝 结果直接被李承良 率领到辽东铁机给秃吐了 自己的营地也被烧毁了 最终王搞被李承良给搞挂了 王搞死后 他的儿子阿台 发誓要为父报仇 有仇必报 我们走得瞧 但有些人就是不想你去报仇啊 嗯 是谁啊 我先把他记下来 这个人就是 尼堪外兰 他本是建州旅贞的一个城主 为了讨好李承良 他把李承良的大军 引到了阿台的长生之处 古乐寨 李承良分两路围攻古乐寨 由于阿台的死守 李承良两天都没攻下来 你看外兰 你敢谎暴军情 害我困在这里 损兵折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看外兰 心想 这是要被挂掉的节奏啊 于是他集中生智 跑到了古乐城下大吼 谁杀了阿台 谁就能当城主 我都要看看 谁敢杀我 牵手成的女真士兵 最终李承良还是把他俩吐吐了 爷爷和老爹死后 罗尔哈赤很生气 李承良你们太欺负人了 于是他带着爷爷和老爹的几名旧部 准备开始创业自立门户 爷爷和老爹死后 罗尔哈赤就责问明朝 我爷爷和老爹有什么罪过 为什么杀了他们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李承良听后 也觉得自己有点理亏 于是就归还了他爷爷和老爹的遗体 还给罗尔哈赤申请了龙虎将军 和嘟嘟牵手的官职 罗尔哈赤想了想 又看了看手下的那几个人 觉得打也打不过 干脆就接受李承良的照顾吧 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跟你混了 有了与李承良的这层关系 罗尔哈赤就开始征战李承各部 1586年终于杀死了 之前出卖阿台的脚屎棍 离堪外栏 之后1588年统一了剑州李承 1591年 由于李承良在辽东过于得色被罢官 而罗尔哈赤开始了野蛮生长 行不行啊 你们辽东十年换了八个主帅 搞毛线呢 由于边境防备一天不如一天 没办法 1601年老将李承良官复原职 又当上了辽东总兵 而这时候的罗尔哈赤 去了金师向明朝朝贡去 这下取得了明朝的信任 你罗尔哈赤 这见风使多的能力可不一般啊 这时候76岁的李承良 实在是打不动了 于是他在辽东各地开了很多马市 总之 让大家都有饭吃 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啊 李承良第二次镇守的八年 辽东平安无事 1608年 苗东铁骑以无力镇守宽垫六铺 李承良主动放弃 而宽垫六铺肥沃的土地 和没有牵手的居民 立马就落到了罗尔哈赤的手里 这不就便宜我了吗 啊哈哈 而李承良为此再次被弹劾罢关 又被罢关 我可没机会再复职了呀 1615年 90岁的李承良死于京师 李承良死后第二年 1616年 罗尔哈赤在赫图阿拉 撑大汗建立后京 1618年 隐忍多年的罗尔哈赤